問一下你們現在是沒有生菜了嗎 對 目前現在是有 要到菜裡發營 冷藏櫃掃一排 肉類 番茄 洋蔥都不缺 就是沒看到必備的生菜 subway直接貼公告說因為疫情影響 生菜供貨不及 4號開始暫停供應 用其他蔬菜代替 各門是都缺 但有內部人員 上網抱怨真正原因 說是因為供應商有確診 人跟工廠停止運作 才會無法供貨 業者證實缺貨狀況 是因為廠商人力不足 得等到7月10號才恢復正常 相同原因不止素食 連鎖早午餐餐廳也頭痛 經典凱撒沙拉或創意鹽水雞沙拉 用羅曼 紅捲和精水菜 三種生菜混搭 但疫情後要叫貨 量確實受影響 那主要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有一些生長線的人員 都有陸續確診的狀況 所以就影響了生菜這邊的殘忍 追回上游也有其他小農 會天氣變化跟市場需求增加 至少四種畝具缺貨 主要是夏天高溫 加上蟲害跟冬天種植期相比 產量落差兩到三確 等於天氣關係 種生菜已經產量少 再加上疫情供應商缺人力 生菜產值恐怕得等七月中後 才能恢復穩定 TVBS新聞陽青波黃靜瑩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按讚 請按讚